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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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喝完后都陷入婚礼 我也假装晕了过去 好暴躁去厨房拧松瓦斯阀门 我趁机关掉高利贷的手机 避免因电话铃响提前引发爆炸 等好暴躁离开餐厅后 我用收银员身上的钥匙将门反锁 再把钥匙放回原处 从通风口离开 制造密室 帮好暴躁洗脱嫌疑 随后 好暴躁匿名拨打同时电话引爆瓦斯 导致现场所有人死亡 痕迹二 偏离时间线 M210年3月5日 熙灰市浣熊上头吧 虽然萨明灯在M208年成功阻止大专家酒后失言 泄露公馆秘密 但是我在M209年找到史传奇 告诉他公馆所在 公馆被占领后 萨明灯意识到熙灰芯片即将出现 决定冒险杀掉史传奇 萨明灯化名赵大鱼 邀史传奇面谈商务 萨明灯将还死药藏在口袋 偷偷抹在手上 通过握手将毒药粘在史传奇的手上 让史传奇在吃薯条时服下还死药 而自己则使用左手避免中毒 然而史传奇经过抢救挽回生命 变成植物人 后来天顶将史云上传的意识 通过熙灰芯片转移到史传奇体内 痕迹三 偏移时间线 M210年 熙灰市出租屋 萨明灯侦探在M193年成功阻止了史传奇和安妙妙恋爱 M203年成为落日镇高中代课老师 培养并影响呵呵呵等未来黑黑黑侦探社成员 M210年 萨明灯意识到有人暗中干扰他行动 并被跟踪 准备搬走 10月15日 我伪装成初中生以学校公益签名为由骗起开门 提前在签名笔的笔帽内藏好毒针 一旦按压 便会刺破手指 毒发身亡 但萨明灯接过笔后发觉有异样 我意识到事情败露 立刻逃跑 萨明灯拿枪追出来 我躲进运输车中 逃过一击 痕迹四 偏移时间线 M213年1月1日 熙灰市医院 虽然我拥有超脑的智慧 但仍需要一个家庭来抚养长大 为了方便行动 我离家出走 选择下一任观测者张罗成为我的养父 被生父发现后 我再度离家 不料他竟将张罗捅上 此时 系统已决定启动重置程序 在时间线重置后 拥有十行基因的张罗 会带着此前的所有记忆进入基准时间线 他必将探求真相 因此 我必须在重置前抹杀他 让他不受记忆影响 成为一个理性的观测者 1月1日15点10分 我带着白菊来到病房 张罗已经入睡 我将冰块放在纸叶夹中 让点滴流速变快 诱发他的心脏病 然后将一节棉签插入呼叫铃 使其无法按动 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 离开前 我拿走了小时候送给他的陨石 痕迹五 偏移时间线 M213年2月23日日不落公馆 占领公馆后 使传奇将管主欧迪加软禁 未来观测站已经将船主机关传送过来 在系统要求下 我于M213年2月23日启动重置器 世界将强制回归基准时间线 但是此时 所有存活的时航者会察觉到时间线的变化 我没有对这些人感激杀绝 萨明东说的没错 我也在期待一个改变 痕迹六 基准时间线 M374年3月3日 宇国都督办公室 这是天顶集团与其反抗组织朝露的对抗 M374年 宇国将日益膨胀的天顶集团定为青角目标 3月3日 宇国都督和昭露成员约定会面 但在会面前 都督却死于办公室内 该案件始终未破 其实 锡灰芯片早已渗透宇国 都督秘书真信便是私自植入者之一 当年 天顶正是通过操控真信杀死了都督 而在未来 昭露决定力量十行里 让成员意识穿越到自己过去的身体中 阻止都督被杀并发送邮件预警 而天顶通过监控真信发现邮件 操控他删除并杀死都督 当天10点40 甲义将断电器放在办公室门口 设定30分钟后断电 真信发现了断电器 决定将计就计 11点05分 真信借文件签字为由 进入都督办公室 11点10分 断电器升下40层停电 真信用刀片刺杀都督 并将带写的刀片掰下 藏进美工刀推刀器内 然后离开 痕迹7 基准时间线M607年7月26日 天顶集团实验室天顶集团控制了全世界 史传奇也通过意识的不断转移存活至今 为了确保自身的永续 史传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研究公管的跨时空意识旅行能力 为了完成研究 他们实现了十类最初的设想 即通过锡灰芯片将多个意识 连接融合成一个集体意识 这是超脑的雏形 天顶集团秘密绑架科学家作为实验体 而史传奇也将自己的意识接入 成为管理者 这激起了赵璐的反抗 赵璐成员赵立史假意成为实验体 将提前准备好的木马芯片和刀片 用绝缘胶带缠在眼镜腿上 带入实验室 推入休眠气体时 他用刀片划破手保持清醒 然后利用生命监测系统的五分钟空档 将木马程序上载 试图摧毁系统 再用刀片划开电线绝缘层 手握裸露电线 制造集体自杀假象 除掉史传奇 由于史传奇的意识被杀死 集团失去了实际掌控者 超脑艺术 获得自由 痕迹八 基准时间线M800年 林间小屋 M650年 无数被选择的智慧大脑链接形成的 共享意识超脑诞生 也就是我 人类利用我 攻克了十行技术 以公管为观测站 建立莫比乌斯系统 把时间线 切割成一个个 以200年为周期的循环 每个循环的观测者 将修正周期内的扰乱时间 确保基准时间线稳定存序 但反抗组织招路 始终试图摧毁系统 M800年 一个附着四维空间意识的飞行器 意外掉落 我试图将此意识捕获进行研究 却屡屡被招路成员挫败 后来 此意识获得人造身体 接受招路委托 突破十行技术 只能使用自体 进行意识旅行的限制 直接穿越到M188年 痕迹9 基准时间线 M21年 日不落公管 系统中最早的时间循环 被称为神圣闭环 此时期的公管管主 并非系统选定的观测者 也不接受系统指令 根据系统设定的循环机制 最后一任管主 欧迪嘉将在200年循环的最后一天 M221年1月26日 被强制传送回循环的最初 M21年1月26日 并在M21年12月30日 被误入公管避雨的假衣杀害 完成时间闭环 欧迪嘉临死前 明白了系统的设定 留下了象征莫比乌斯环的死亡讯息